6月27日晚上的鱷魚談 如果大家晚上不睡覺 現在是一個很熱的網站 Pokemon Go 深夜的風險熱線 很多人會聊聊天 Syvon兄是不是? 是的 我們都做了一個月的熱線 晚上一點多鐘開台 聊到六點 沒錯 現在阿俊永遠都不准時快工 原因是因為他聽到5點才睡覺 第二天早上要打十二個小時後 5點才上班 多謝你們 少這麼多手足做事 不過好,閒話加償 完了 我們主要怎樣找呢? Steven兄今天上來 主要有些事情我想向他請教 我們現在都很希望 在現在的社會運動裏面 我們很希望我們可以幫到一些抗爭者 特別是一些在抗爭運動裏被捕捕 拘捕 接下來要打官司 身體受到創傷 找不到工作 又要有些生活上的救濟 人道上的援助 等等 好了 我們這些死老鬼 又不去走出來 唯得可以做就是銀銀的 捐錢給人 坊間上面有幾個不同的基金 都是打著旗號 是要幫抗爭者的 最出名的兩個 一個叫612的人道援基金 另一個就是星火基金 沒錯 但是我想問 究竟我捐給誰呢 啊 這樣呢 我把一些實事求是說出來 我不要叫你 我也想知道 究竟這兩個基金 是不是其實有些事情不同呢 為什麼我問 施雲兄這個問題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聽到 也看到一些數據 612的人道救援基金 已經籌了整個八千多萬 沒錯 而也有些人在質疑 為什麼籌到八千多萬的時候 你審批出去 闊避了出來的 可能幫到別人手的 五百多萬 甚至還有幾條數目 去到他們的音響器材 是二十幾萬的 大哥 我剛剛看了一個報告 我心都突然 我見到有個小朋友 有個小女兒 中一還是中二十三歲的女生 她袋子只有三元 她希望可以有一間黃絲的餐店 給她一餐熱飯 然後問她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餐飯 收我三元 我們已經捐了這麼多錢出來 為什麼仍然是 還有一些抗爭者 一些未成年的小朋友 沒有飯開 將他們自己的零用錢 pocket money 做省工找回來的錢 去買了裝備 自己都沒有飯吃的時候 不是有些人 不是會支援人道嗎 鱷魚哥哥 我第一件事一定要說 就是自己香港自己救 我們捐了錢出去 就捐了 就不要賴他們 如果你可以幫到別人 就繼續on top再幫 我覺得這樣就不用爭 就不可以覺得 我捐了錢出去 就有人幫我搞定 就好像贖罪卷 我覺得這樣 這個態度不好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這個態度很差 就是說你捐錢還捐錢 但你每一天的生活 要怎樣幫抗爭者 怎樣幫年輕人 你都要繼續身體力行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不用說了 你剛才問我 612跟星火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就是612是一個所謂的人道基金 他的工作就是不是operation的 即是他們是不會做任何 親自找一個律師去幫那些人 這個工作的 即是你沒有飯開 他都不會主動去找你 他不會煮飯給你的 我的手斷了 他就不會醫治你的 他的工作就是一個基金 就是你找了你的幫忙之後 他就可以說 你給我一張單 我就給你錢 那如果我連那張 找數的錢都沒有 我怎樣給你一張單 那就有點麻煩 所以這個就是自己香港自己救 就是說如果你開一間餐廳 你見到一個人很窮的 你就給他一碗飽飯吃 這個就是另一件事 612 我當我幫他講話 他都是開宗名義 他的設計就是 我們籌了多少錢在這裡 之後你找你的律師 律師要收錢的 你找我 我就幫你給律師的錢 OK 就是這麼多 他現在為何 我多說一點 現在為何大家有這麼多疑惑 或者這麼多 confusion 就是因為大家誤會了612 自己本身的用途 嗯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就是不怕生壞命 最怕就是改壞命 你既然叫做612 所以你叫做612 就是我咬人而已 你不能碰我 既然你叫做612人道救援基金 我當然是人道救援 說真的 我當然是第一時間 Rambo打死幾個壞的墨西哥警察 我當然是第一時間 就馬上去 take care 那些墨西哥小朋友 第一時間 如果第一時間做不到 可能很多人想到 我打算找你幫忙 你第一時間去幫人的時候 那個activeness 其實不在神經病見得到 另外第二件事 既然叫做612 大家知不知道612的 meaning 我想大家都記憶猶新 在6月12日的時間 有很大班年輕的抗爭者 包圍立法局 甚至無衝擊立法局 受到我們第一次受的胡椒噴霧 催淚彈 麻包彈各方面的事情 受到很受傷 即是612可以說 是由魚蛋革命之後 最大的一個公民的抗爭活動 而令到這個立法會 原本要動議審批 這個 通過這個送中惡法 是過不了的 那天原本是打算易讀的 誰知會也開不了 沒錯 如果大家用這個名字 來起了基金名 就會覺得 有這麼多的抗爭者 受了傷害、受了苦難 而保護全部七百多萬人的香港人 是受不到這條惡法的郵論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第一時間想 這些錢是救援這班的義士 可以這樣說嗎 這個也是我的想法 很簡單 其實612最初籌款的時候 都是在612之後 那個禮拜天的200萬人大遊行的時候 很多人拿錢商出來 你看到612 第一個觀感就是 是幫一些蒙面的人 幫一些抗爭者 幫一些做到一些大家不敢犯法的事 沒錯 而抗爭去公民抗命 去希望香港可以得到自由 最重要的 我覺得莫如就是 其實籌錢這件事 民陣一直都做的 是 為什麼那一天 他不拿一個商 叫做民陣出來 去籌款 要叫做612 大家會有一個想法 對這件事 沒錯 所以你扔了五千元的時候 你可能在你的主觀意念 都是覺得你是在幫那些蒙面人 你是在幫那些抗爭者 是 咦 這樣說 用什麼是搞錯了 耶穌十釘十字架 救難基金 你打算是救天主教徒 殊不知 就走去 也是一個天涵大佛的持續發展基金 或者變成黃大仙的香油 是啊 當然你做的事都是對的 但問題是 其實跟我一開始 你開足名義的名字 有些不同 這就是令到很多打上來的觀眾 對星火和612的觀感 都是因為這個名字 令到他們可能覺得 咦 對他的預期有點出入 好了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 星火基金是做些什麼的呢 星火是一個完全 不是 不要這麼說 星火的基金是從魚蛋革命開始 就是2016年開始 是不斷為抗爭者去尋求這個法律援助 去幫助他們 被捕之後的生活的一個基金 是 的一個組織 它不是一個基金 而是一個組織 它是會花錢的 是 是 它不是存錢在那裏 要人捕捉單 它是會主動地出去幫助被捕的人 明白 好了 我聽過有些手足跟我說 何思思經常都會在記招裏面解釋 612基金的運作會如何 他講了很多次 大家可以檢查他的記招時的片段 他會有些事情去做 有些是不做 特別是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會不做的 他講了很多次是不會做不合法的事情 不合法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星火的透明度跟612來比 是否相對地 是完全不透明的 接近不透明的 是 而他救援的 亦都是一些全然看不到樣子的人 沒錯 因為他們在做的都是一些踩界 甚至是違規的事情 沒錯 所以兩個組織的基金其實是不同的 我可不可以說一句再賤格的說話 就是 星火是幫一些不是在賺選票的人 是 OK 這是你的看法 這是我的看法 而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星火在做的事情 是幫助一些政府不承認的行為 或者是幫助一些不認同政府的行為 而做出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而受到一些難題、困難 無論是人道上面 或者是政治上面 或者是一些法律上面 它在這些是直接的援助 沒錯 而在612的人道救援基金 它是在做一些一定要合法的申請程序 還有它是實報實消的 即是它是不會 它沒有operation的 它不會專程出來 在警察的門口等 看看哪一個被捕 我去擔保它 我會給法律援助它 但是星火是會的 好了 我現在看的看法就是 因為612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巨大的恐龍 可以說是一個哥斯拉 而哥斯拉大家都希望它做一些 Mask Destruction 要不要噴 你有沒有整個旺角都燒 但是現在 似乎升火 sorry 612 發揮得到的 就是剛剛 那隻哥斯拉噴火出來 就是剛剛救阿俊和阿俊回去燒雞翼 都可能不行 都不行 可能要燒熟了的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要明白 在一些舊及時語 或者是一些需要即時援助 兩個不同的基金的性質是很不同的 非常 對嗎 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 如果是這樣說法 612籌到的錢 是好像他們這樣說 是未與籌謀為 為了將來一些法律訴訟 而儲備這麼多錢 不能亂花錢的情況下 流了這麼多錢 我們現在其實在市面上 或者在市面上 或者在市面上 在社會上 有很多人在處理 可能沒有地方居住 醫學上受不到 即時的援助 法律上很多的情況 甚至沒有錢 就是勾丹佈 可以想到 我沒有錢去勾丹佈 餘一個17歲的小朋友 勾不到丹佈 朋友就走了 朋友也不可以電給他 他申請打電話給612的情況下 612是不會幫他做這件事的 612因為他沒有operation 他做不到任何事情 他只是負責拖水 所以要加多一層的步驟 就是說如果你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那你就先找人幫你 那幫你的人可能要收錢 你就要向612拿錢給他 所以612 即是大家可能 今集的《案件談》 在我眼中最重要 大家要分得清楚 就是 你對612很不滿 我明白為何不滿 不過真的要知道612的性質 是這樣的 知道性質之後 你也可以選擇捐不捐給他 沒錯 另外就是 如果你說給612聽 我要買頭盔 我要買豬嘴 他不會理你 他不會理你 因為這些是犯法的事情 在政府立場來說 但是其實 我們找一集 第二天再談 其實怎麼會是犯法呢 我要買豬嘴 如果外面很大的污染 很大的污染 我想保護自己 不要吸了那麼多 塵在肺上也可以買豬嘴 明白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大的 Discrepancy 坊間裏面大家 是 這個基金 任何幫人 看蜜蜜蜜蜜蜜 為什麼要留在將來選票中 怎樣 那個 為什麼沒有透明 第二天你做什麼 怎麼可以透明給你看 主要就是這樣 惡魚談的存在價值 就是希望我們大家 用一個理性的分析 我們找多些事實 將一些 Facts 塗上面 放在脊面上面 讓大家去做一個決斷 應該要怎樣去做 當然 香港人有一個 最不好的做法 就是 剛才我們開頭 我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所有的捐錢 只不過是一個贖罪捐的形式 我拿了錢出來 我勾你捐給誰 誰拿了錢 你自己去做事 我不在意 總之我做了 我參與過 我有捐過錢 你的良心就會覺得好一點 但是其實 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 你捐完錢之後 你很大的程度 你不會繼續再捐錢 你捐完一些的錢 原來那個是持續發展基金 你捐完下去 現在這個基金 就可能是 救苦夠難 馬上飯都沒得吃過 要給別人去救援 斷了手 連醫藥費都沒有 立即要做一件事 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有些事情 我們要知道 咦?十月休 接下來 或者要賣某些東西 要支援某些東西 的情況之下 立即要付一些錢出來 大家要明白到 你的錢會使用去哪裡 明白 應該是這樣說的 另外一件事 我剛才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都說 另外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很小 例如612不會批 任何的錢去買頭盔 買裝備 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家庭觀眾 你想給一些裝備 那些年輕人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 帶一些 豬嘴 頭盔 在一個袋裡 可能兩三個 你去連龍場 每一晚 你會見到一些年輕人 你的樣子 其實你看到 你一看就知道 大隻小小小 你知道他會有機會 要出去的話 你就趴下他手 年輕人 聊兩句 大家先打開話題 不要繼續注重他 你要注重 打開話題 你又給他 這個就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這個正正是去中心化 如果你連升火都不相信 因為他沒有透明度 那你相信自己 如果你想把裝備 給到最前線的人 你可以自己掛著 每一天在袋裡掛著兩三個 說真的 在袋裡 你會見到 這個人很像 可能要 打開話題 聊聊天 然後說 不如我給你一個 我昨晚十點半 我和喬 和喬 經過 大圍的八爪魚 連龍場 十點多 有很多小朋友 在這裏做事 那也是一個點 可以去贊助 很多 其實這麼多區都有 我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不相信大台 你又覺得 星火不透明 你自己可以去中心化 就是由自己做戲 好 因為不可以 我覺得有另一個很危險 就是大家覺得 十月一日 有大件事發生 現在才想 怎樣做些物資的事 十月一日不是最後的 所以可以不斷地 每天都可以 拿一兩個下去 捐給不同的人 總會人 可以幫到 不過小小意見 給這六一二的 人道救援基金 既然你說到 你才是人道救援 那大家對你 當然有一個遣相 你開宗明義 叫六一二 大家都知道你要做些什麼 有很大的期望 有很大的期望 就是你沒有說 這個是給我鱷魚 耶穌復活基金 你走出去 你給我買 勉強 沒有人的事 同一個道理 同時之間 你已經有這麼大的收入進來 我有兩個點我想說 就是既然你已經有這麼龐大的收入進來 在這麼短時間 三個月裡面 籌了八千多萬 那匯價就說 你們要有很好的號召力 你們有升級的過氣的議員 升級的明星 有陳日葛主教 陳日葛主教 你一個在道德的光環裡面 你的號召力是很大的 既然在這麼短時間 你要相信自己 就算花得快 你的錢也很容易籌回來 而這個錢 是不是坐在那裡不動 陳日葛書基 我想我也聽過你曾經說過一些道理 一個主人 家裡有三個的伯仁 他每個人給了不同的塔冷通 有些塔冷通就很好運用 可以幫到更加多些人 有一個伯仁就拿這些塔冷通 就放在床底 就拿一半出來去投資 你也找到一些錢回來 而最蠢的伯仁就是 將三個的塔冷通 放在地上 動都不動 到最後回來 主人問你 我有很多塔冷通 我只有三個塔冷通 但我什麼都沒有用 這個主人就踢了他出門 因為你沒有善用你的塔冷通 現在612的感覺 就正正是如此 或者大家都可能錯 錯誤到 將我們的期望 放在612基金那裡 但其實可能名字是錯了 你應該叫這個 未與籌謀反暴力和理非大中華 這個民主指導 持續未來發展基金 那大家就不會搞錯 那盒子就要很大 是啊 這樣會好些 對嗎 總之籌款民運的 即民主運動 社運的籌款 那一向都是大家 很有爭議性的議題 那這次612 就是我又幫他 說一點點的話 都肯公開這樣 好的 他透明是OK的 其實是endorse的 因為他開了名言 你要透明就是這樣 那他肯透明的話 大家就應該透明地 看著他們 知道他們是做什麼時候 那你們就可以做一個 精明的消費者 還有到最後 有一天 當我們的運動完了 這個基金可能又要再 dissolve 他就是這些地方 你要起清楚他的錢 去哪裡 這個很長的 很厚的錢 很厚的 因為他是持續發展 是為未來而做的 沒錯 在未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回今天 9月27日的樂園談 對應那些錢去哪裡 到 9月2047年的9月時間 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 希望我們今天 給到一個客觀 和一個中肯的分析給大家 在坊間裏面 一些不同的基金 一些幫助人的團體 當然 葛蘭五金 我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他們 是嗎 大家記住 我們不如在下面寫回 星火的聯絡方法 和612人道基金的聯絡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我覺得捐錢很重要 是 捐錢不要當贖罪捐 是 你自己 其實整個社運可以由自己做起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 其實也有一個網台 是在法紀人眾籌的 那個就是MHK 大家都可以考慮 跌倒一點給別人的時候 跌倒一點給我 因為我也很辛苦 OK 我是不透明的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全部的錢 是我們出錢給同事的 哈哈哈哈 今天就這樣 祝大家有一個平安的周末 謝謝 謝謝